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一 也是鬼门开的日子 宜兰在昨晚11点 举办了传统放水灯活动 13座水灯以及祈福的莲花灯 在紫时鬼门一开 就把宜兰河照得通亮 而在基隆这一头 知名的老大公庙 也同步举行了起灯角仪式 点亮庙前上千盏的普渡公灯 也宣告着传承168年的 基隆中元祭正式开始 农历七月鬼门开 基隆老大公庙午夜12点 上千盏普渡公灯同时亮起 宣告传承168年的 基隆中元祭正式开始 随着疫情趋缓 人迎基隆中元祭 恢复活动原有规模 老大公庙28号深夜 进行起灯角仪式 普渡公灯亮起 象征引领阴间好兄弟 通往阳间道路灯亮 一个月不中断 并接受人们一整个月的 香火供奉 开启普渡公灯的仪式 让那个老大公跟好兄弟 来接受央人的供奉 基隆有台湾第一号 无形文化资产的 起灯角仪式 宜兰也在28号晚上 11点子时 举办传统放水灯 13座水灯 以及祈福的莲花灯 点燃后送进河水里 照亮宜兰河 随河流越飘越远 表达对已失亲人思念 就连老外也来体验 我们对台湾的文化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一朵朵在河面散开的莲花 让好兄弟能享用 世人准备的财国贡品 今年宜兰水灯节活动 因为疫情活动规模缩小 也取消采接游行 但不减民众对鬼神的敬畏 农历旗月滚门开 各地陆续展开活动 祈求鬼月一切平安顺利 接着蔡正 李克燕 基隆一栏报导 国内疫情慢慢稳定了 云林 湖伟镇中原 普渡 今年不但恢复了 还首度举办七区联会 开箱祭典仪式 除了有传统的祭祀法会 七个普渡区也规划 设计了独特的贡品 规模比起往年都还盛大 包括有炮城 冰雕 还有动人的光雕袖 将秉持北基隆南湖伟的美名 要让民众来体验 不同于以往的中原文化季 湖伟中原普渡 联会开箱祭典仪式 现场还有布袋系八家将 抄袭金 要为今年的中原季 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连续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线缩停办的 湖伟镇中原普渡 今年不仅恢复办理 而且规模还是历年最大 素有北基隆南湖伟的美誉 不仅七个普渡区 都规划设计独特 普渡共品 现福安镇公所为 依照各区特色 推出一系列活动 包含炮城 光雕火舞秀等 要让民众体验不一样的中原文化祭 一年一度的平安月到来 不少民众也会来到 俗城音庙有应公参拜 祈求平安顺心 有民族专家表示 依据习俗也可以趁着平安月 来到万应公的庙宇 借阴转运 祈求好兄弟庇佑 每到农历七月 不少民众做任何事都会格外小心 民族专家提醒 只要心存善念 秉持净鬼神的态度 也不用担心 坏事残生 既顾正印 云林报道 肉桂树竟然会喷水 来看到台东 有一棵栽种了15年的肉桂树 最近这一星期以来 树干突然开始喷出水来 有人猜测是水管破裂 也有人猜说是地下水层的挤压 找了水电师傅找解答 却也找不出原因 屋主表示 这里住了超过一甲子了 从来没有看过树会喷水 现在期盼这棵神奇的肉桂树 可以变成另类新经典 这真的太神奇了 这棵肉桂树的树干 不断喷出水来 有如比利时尿尿小童 屋主一开始还不相信 因为住在这里超过一甲子 从来没有看过树会喷水 奇特的景象吸引众人观看 有人猜是水管破裂 有人猜是地下水层挤压 为了解开谜题 还特地找水电师傅 来解密 老师傅摸索了半天 也找不出原因 这棵神奇的喷水肉桂树 种在台东新南渔港旁的 某间民宅里 树林十五年 屋主说喷水的水量 虽然会忽大忽小 但一星期从来没有间断过 更有人好奇的喝起水来 没有味道 就是跟一般的自来水差不多 就是很 很纯的水 为何肉桂树会喷水仍然是个谜 而屋主则是期待 若持续喷水不断 或许会变成另类新景点 接下来刘宁湘台东报道 台南左镇二辽观景区 因为海拔堤是欣赏日出云海的绝佳胜地 更被誉为是最接近城市的曙光 原本主打眺望临死角 不过现在传出了观景平台正前方 树木杂草不断窜生 已经严重了遮蔽了视野 出现赏日危机 太阳从云层后方缓缓升空 这里是台南二辽观景平台 因为海拔堤是观赏日出云海的绝佳地点 更被誉为是最接近城市的曙光 过去台南跨年三部曲 因曙光活动就在这里举办 但现在却传出赏日危机 从观景平台往外看 大片的杂草树林只敢丛生 路边的栏杆树木也是越长越高 以往主打眺望临死角的风景区 现在看出去全部都是叶子 已经严重影响视野 民众抱怨连连因为反应好几次 都没获得改善 对此领馆处指出 因为现场是水源保护区 依据森林法规定不适合采发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国土保安防止吐杀流失 请使用单位提出申请 只要在不影响保安里的供应目的之下 申请同意后可以办理 希望朝着年地保育 及这个观景品质的价值中间 能够取得一个平衡 热门的赏日景点如今出现危机 只盼相关单位尽快改善 否则特地来看日出 却什么都看不到 真的好扫兴 藉由黄夫奇台南报道